开局手感千家球队处于落后,之后渐入佳境,最后王者归来,带领球队反败为胜祭败强敌,个人同时拿到全场最佳表现,享受球迷珊瑚海啸版的MVP之声。 上面叙述的剧情,就是好莱坞最经典的个人英雄主义剧情,而这个英雄归来的大戏,今天在猛龙对着凯尔特人的《冬觉》预演中精彩上演,莱奥纳德就是其中的主角。 整个上半场,莱奥纳德手感冰凉,十一头三重,完全没有一个超级巨星的所具柔的气质,相信很多球迷都开始怀疑,莱奥纳德是不是真的被高估了。 到了下半场,莱奥纳德完成了从一个失忆智人到超级巨星的蛻变,第三节单节七头五重拿到15分,以一级正力率林猛龙扭转之势,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铃声响起。 过去的两场比赛中,莱奥纳德分别出手22次和25次,场军出手23.5次,在联盟前十球员的出手排行榜上,杜兰特23次,库林22次,自姆哥22次,恩比德17.5次,戴维斯16.5次,詹姆斯16次,哈登15次,莱奥纳德高居联盟第一。 在猛龙,他是真正的北京之王,完全是一个超级巨星的待遇,而这些是他过去无法享受到的。 按照伯伯维奇的说法,在马斯的体系中,得分超过30分都是自私的,更何况是场军23的出手次数。 在伯伯维奇之教的23年中,无论是大尾罗宾逊,还是登肯,帕克,吉诺,比利,生涯带赛季出手最多的登肯2001-02赛季,也只有18.3次。 而莱奥纳德意诱到17.3次被正式扶正,作为绝对的核心,场军出手也只有17.7次。 莱奥纳德是一个极度沉默之人,离开圣安东尼梦想,只成为洛杉矶之王,固然有着商业价值方面的考量。 但在美国人的价值观中,人英雄主义是终极梦想,莱奥纳德自然也不例外,今天比赛的赛后,莱奥纳德接受采访,被问到是否听到了主场球迷的MVP呐喊时表示,肯定的。 但是有点早了,这才只是第二场比赛,但我很感激他们的支持,理解他们的兴奋和期待,无论你承不承认,自从离开马次之后,莱奥纳德的笑容多了起来,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。 伯伯维奇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练,他可以给莱奥纳德带来总冠军,可以带来FMVP但却觉得无法忍受小卡,成为常规赛MVP,得分王和一个自私的人,而恰恰这些,才是他真正想要的。